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 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新事 我们知道在9月13号 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 就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在俄罗斯会见了 俄罗斯的总统普廷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两位 这个独裁领袖 一个是派兵攻打乌克兰的普廷 一个是不断的四射飞弹 像是扬言发动核武攻击 对南韩发动核武攻击的 北韩的强人金正恩 到底金正恩会普廷 他们打什么算盘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我们首尔的特派廖宇阳 来跟大家谈一谈 金普会背后的一些故事跟盘算 宇阳好 大家好 我是宇阳 宇阳先谈一下 这场会面有点突然跑出来 到底是 为什么有这场的会谈 是谁邀请谁 然后为什么冒出这个金普会 其实也不算是非常突然的冒出来 就是在应该是9月初可能8月底9月初的时候 外媒就一直有消息就一直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报导说金正恩有可能会访问俄罗斯 然后跟普廷会面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们两位上一次会面也是在俄罗斯举办东方经济会论坛的时候 所以因为他这次去访问俄罗斯的时间刚好也跟东方经济论坛有 算重叠就是在那个论坛之后 所以大家本来预计是他可能会在那个论坛期间跟普廷会谈 然后后来结果这次是就是他在普廷参加完那个论坛之后 另外在其他地方跟普廷会面这样子 那今年就是他们7月的75周年 那个阅兵室也有邀请俄罗斯的官员到北韩去参加活动 然后当时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小玉谷代表出席 那那时候虽然中国也有派团前往 但是在相关的消息上可以看出来金正恩明显就是对俄罗斯就是蛮热情的 所以也引发外界猜测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不会在军事的部分有更多进一步的合作这样 好我们先把这个重头戏先留着 不要一下讲光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因为金正恩是10号 从平阳搭乘那个私人的火车专车前往俄罗斯 那大家很注意到他随行人员 这个不简单 随行人员包括这个国防工业的高层 军事人员 军事将领 还有这个北韩的外交部长崔散基 那我刚才提到军事将领就是这个北韩人民军援帅李炳泽 那李炳泽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是负责监督北韩包括核子和飞弹计划等等 这个北韩国防工业的这个头头领导人 那13日等一下他们到底金正恩跟普廷谈了什么 等一下让宇洋来慢慢跟我们分享 那我先谈一下是就简单单一句话来开场 其实13号这金普会的时候 金正恩承诺会全面无条件的支持俄罗斯 那个会对抗这个普廷正在对抗的这个霸权 他只是西方的美国西方民主国家 会支持普廷的正义之战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谈了这两位到底谈了什么 其实这两位到底谈了什么详细呢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公布任何的内幕消息 也没有像一般的比如说双边或是国际会谈会在会后 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之类的东西 这些都没有 只有克林姆林公可能因为一直被问 他们就有说明说他们没有在会内签署任何的协议 也没有打算签署任何协议 但是就外界推测来说 他们最有可能在会谈中谈其实就是军事 然后还有太空技术方面的一些合作案 为什么会这样推测呢 是因为他们这次会谈的场所选在了距离海参威1000多公里之外的东方太空发射场 这个发射场它是在2016年首次进行发射任务的一个比较新的 俄罗斯比较新的太空发射场 然后那时候是为了降低对哈萨克贝康诺太空场的依赖 那等于就是俄罗斯新的一个太空技术发展的重镇 那在这边会谈的时候 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的致死时间 金正恩就有先对普廷表达他的心意 就是说他就是北韩会尽全力的支援俄罗斯 然后把跟俄罗斯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然后因为北韩希望发展 因为像他们今年发射了两次侦查卫星 但是都失败 然后又一直在试射飞弹 表示他们在发展 金正恩在发展 飞弹还有核武的野心一直在扩大 那他就有在致死的时候问说 就是希望俄罗斯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那普廷就有很友善的回答 他说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谈选在东方太空发射场的原因 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北韩打造卫星 那他们也可能在会谈之中 就是进行更多相关的讨论这样 我刚才补充一下 但俄罗斯讲是军事的 就是等一下我可以谈到军事的层面 刚才俄罗斯讲说地点 地点为什么要谈到选这个太空场 那我再补充一下这个随行的成员 会谈的成员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影片显示 包括俄国的国防部长 之前消失一段时间这个萧伊古 还有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都出席这个金谱会 那到底谈的什么 雨昂刚才有提到一点 就说普廷暗示 俄罗斯可能会帮助北韩打造卫星 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一方面 北韩很想发展这个太空的实力吗 对然后因为他们在发射卫星这方面的技术 其实是使用他们一直以来开发的 飞弹相关技术来进行 那等于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取得更进一步的太空 比如说左舰发射相关的技术的话 在他们的飞弹开发计划上也会有相当的注意 所以这个不只是就是在太空部分 也是在就他们的军事能力方面 可能受到更多尖端技术协助的一个机会 嗯对对好 所以等于说其实这个是某个程度都是交换的 说我们到早前现在俄乌战争陷入焦灼 其实俄罗斯的弹药它的军武的生产 其实它有个极限嘛 其实俄罗斯之前是苏联这个 这个里面最强大的军事国家 那大家很多包括外电的异色 其实俄罗斯现在很需要 就是北韩提供的炮弹 炮弹 就是金正恩提供给普廷炮弹 换取这个俄罗斯协助北韩来发展 这个太空科技打造卫星 对炮弹换卫星这是外电或是一般媒体的一些说法 可是而且你问一下宇阳 北韩制造炮弹的水准跟技术如何 嗯这个部分因为他们释出的资讯 军事这方面资讯本来就不会那么对外公开 加上他们有很多就是碰轰的潜力 所以目前外界分析看来 大部分都是不那么看好他们制造军武相关的技术 但是据美联社报导 就是北韩他们可能囤积了大量 在苏联时期设计的老旧炮弹 那可能因为这些就是苏联 以前苏联政府制造的炮弹嘛 那如果可能俄罗斯把他们要回去 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利用方式 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也有专家指出说 就是他们的制造一些武器的技术 虽然没有那么好 但是除了炮弹火箭之外 他们可能也能提供俄罗斯缺乏的人力问题 是是是 对 所以而且因为就是北韩人就是 要被派去哪里就身不由己 所以他们可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援 也是一个诱因 有些分析推测怎样 刚刚也有提到 就算北韩可能它这个军工业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生产力 它可以提供大量库存的炮弹 但一些外媒分析 这些炮弹还能不能用 看不看用 打不打的 打不打的准 这些都是问题 那我们知道其实 金正恩跟普廷会面 各国 其实国际最在意的是 就刚刚我们提到 直接反应就是这个军事合作 俄罗斯跟北韩要军事合作 其实是西方民主国家相当担心忧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各国的反应 那语言大概可以补充一下 我先讲一下美国的反应好了 作为这个世界老大哥 在金普会 金正恩会普廷的那一天 13号 美国就批准了对南韩出售价值 高达51美元的F-35战机 大家知道F-35是目前 事件上这个第五代 就是最强的这个战斗机 那美国国务院就直接讲白了 这是军售 是要提供这个大韩民国 就是南韩 可靠的防御能力 来嚇阻该地区的侵略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不假辞涩 我就说如果俄罗斯跟北韩 这个真的有军售的话 这是明显的违反联合国的案理会 决议 因为当初联合国案理会 有这个制裁北韩的决议 本来是试射弹嘛 然后不听话 那个要发展核武 所以联合国案理会是 决议要制裁北韩的 那雨安你不要谈一下 其他国家 邻近国家的反应 其实邻近国家就日本跟南韩 那他们基本上就是 跟美国是同一阵线的 就是对于他 俄罗斯跟北韩的 可能的军事合作表达忧心 然后指出这种行为 可能违反刚刚提到的 安理会对北韩制裁的相关 相关规定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俄罗斯 就这方面一直没有证实 然后表示他们不会 违反相关的规定 但是准确来说 他们到底会不会违反 然后他们到底在不在 违不违反这件事 又是另一个问题 那最跟北韩 最直接相关的南韩政府 当然就是也提出了 很强烈的谴责 那表示就是说 他如果北韩真的 打算采取核攻击的话 南韩跟美国的军事合作 就会强力的对应 然后可能会招致北韩的政权灭亡 这样子 然后会就是并警告 俄罗斯跟北韩 你的代价是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政权 应该是讲这个政权 因为人民是无国的 应该是针对竞争这个政权 你会从地球上消失 那我们看出来 其实世界各国对于这个 北韩跟俄罗斯可能的军事合作 真的很忧心 日本 因为日本之前也被这个北韩 试射飞弹 经过 吊在日本的这个经济海域 其实本来也是 被扫到这个 这个红台部 这个日本的这个外乌大臣 上川扬子 跟这个内阁官房长官 松野薄一都讲了 非常担心 这个北韩跟俄罗斯 可能的军事交易 会违反天国安理会的决议 那刚才雨昂提到南韩 那北韩本身的这个更有趣 金正恩见到普林那天 北韩做了什么事啊 雨昂 在会谈前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吧 他们就向东海上 发射了两枚短程 弹道飞弹 那这个看起来就是 很明显的挑衅行为 那也有分析就是说 他们这样子 因为金正恩跟 其他军方的高官 其实那时候都不在国内 表示他们对于 飞弹体制的一些控制 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发展 有这样的分析出来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妙 你倒要去见 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 你在那时候发两颗飞弹 你刚才原来讲是挑衅 一方面是你要庆祝 你的老大出门去的 出远门去见另外一个强人 你平常在已经发射 这个导弹和飞弹 试射飞弹挑衅已经够了 然后在你的领导人 要出远门 不知道去干嘛的时候 你再试射一次 其实这个真的是 调性味非常非常的浓厚 就是说 我金正恩 我就要去见普廷了 你们能怎么样 你韩国 南韩能怎么样 你日本能怎么样 那你美国能怎么样 我觉得这调性味很浓 其实大家这次 金正恩跟普廷的会面 其实他们握手握了很久 大概 听说四十几秒 四十秒 四十秒 就当我想到以前的 马锡惠也是握了很久 就大家看着两个人 两个大男人握手握很久 那个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 他们握了四十秒 然后大家 一些外面就分析说 这两个到底是不是真爱 就是 是不是两个领导人 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些共同点 宇昂应该都知道 第一个 对 两个人都不常出远门 他们出远门 不知道是怕坐飞机呢 是怕被暗杀 是怕被这个 CIA派人干掉 还是怎么样 这个 普廷就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今年都还没有离开过俄罗斯 因为那边很正常 俄乌战争开打 他现在去哪一个国家 其实都很危险 那金正恩也不常走访海外 我们根据一些资料看 他掌权12年来 他只出国7次 那跨越两岸边界2次 那这出国大部分都是去 他最大的盟友 中国 那再来这两个国家 都被称为流氓国家 Rug State 流氓国家 那两国都遭到 遭遇到严厉的国际制裁 那宇阳看一下 这两国 普廷跟金正恩会面 他们是真正的是 这个英雄 枭雄习枭雄呢 还是有些 这个其他的 背后的一些考量 应该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他们两个 集权统治者 在这个世界上 算是非常少数的政权之二 那在这个地缘政治下 就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 要彼此加强连结 宣示我们的团结 就是对他来说 可能在一个宣示的意义 大于实质成果 我是这样觉得 因为像这次 这次他们两个会谈之后 南韩的媒体就指出 就说普廷其实在 跟其他外国元首见面 特别是比如说 南韩日本这些 比较没那么好的国家 元首见面的时候 他常常会迟到 可是这次呢 他却提前了半个小时 到现场等金正恩 然后还跟他就是握手握了那么久 就是展现的非常热情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他们一个对外的 就像北韩在会谈前发射飞弹一样 就是一个宣示的意味 就是说我们的合作 不会因为你们的压迫更减弱啊 会更强大啊 我们的合作要更进一步啊 这样子让外界更紧张 加分那个紧张的局势的感觉 我是中央社助手的特派廖宇洋 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所以刚才提到一个重点 这就是这个象征性宣示性的效果 可能胜于实质的合作 因为现在到底实质要合作什么 我们都还不知道 也许两边也还没谈好 那像BBC就有分析 就说其实他讲白 就是俄罗斯需要北韩的军火 刚才前面有听到 那北韩也希望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这个 有粮食生产的能力 那希望这个 因为北韩陷入这个粮食的危机 已经很多年了 包括发生饥荒什么的 那希望俄罗斯可以协助 北韩解决粮食的危机 那当然 北韩现在受到国际的制裁 他也希望俄罗斯 可不可以在制裁上面 站在北韩这边一点 就是不赞成联合国的制裁 或是说 能不能撤销对这个北韩的制裁 对那所以北韩是需要 俄罗斯很大的 这方面来的这个协助或是利益 其实两边有个程度 就是利益交换 然后不过对我对两个 其实两个身高也差不多 那体型后当然是 普婷比较精壮 毕竟他以前是KGB出身的 那金正恩这种上台之后 你就吃得脑满肠肥 其实 其实两个在那边 握手40秒 那种感觉真的 就这一条好莱坞的那种喜剧片 可以把这一段 找了个很像这两位的人来演一下 他们问他40秒都心里在想什么 对 我觉得这是各有盘算 因为 对是各有盘算 没错 我觉得俄罗斯的盘算 可能更耐人寻味一些 也因为北韩从各种客观条件来看 他们需要俄罗斯的协助是无庸置疑的 比如说刚刚提到在粮食上 经济上 甚至军事技术上的协助 那北韩他其实可以提供的 就算刚刚提到说 就算俄罗斯真的需要 在乌克兰战争需要炮弹之类的武器 真的有这个需要 但北韩能不能真的服应他们的需求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在很多专家对于北韩是否可以提供 就是俄罗斯真正需要的武器 甚至是劳力军力 抱持着一个相大化疑的态度 那所以南韩内部 比如说包括统一部官员 或者是先民间专家的分析都认为说 俄罗斯可能不会真的提供 就是真的最尖端的技术协助给北韩 因为毕竟他们可以换到的东西有限 对 那另外一个分析就是说 他们俄罗斯可能会希望 借由这次跟北韩 就是想要拉近关系的一个会谈 来促使他们的盟友 中国更明确的表态 所以你说这个讯号很多重 他一方面是做给西方国家看 一方面是做给中国看 对这是一种分析推测 因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上 一直摇摆不定的模糊的空间 他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说要协助俄罗斯 但他也没有谴责俄罗斯 某个程度是站在一种模糊 但其实是比较靠向俄罗斯一点 但是要提供真的协助 中国好像也不愿意 所以这个像俄罗斯讲的 他某个是释放讯号给中国看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俄罗斯 目前面临最大的困境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一年半 始终攻不下 没有个结果 俄罗斯没有办法 拿到一个真正宣称胜利的一个成果 那大家就分析说 这次的金普会 金正恩跟普提的会面 对印太 对俄乌战争的影响 跟对印太地区的影响 有什么差别 对 袁玲玲你先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大吗 从分析来看 有一些意见 比如说像是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 科比 他就曾经说 乌克兰的战事之中在顿巴斯跟南部地区的状况 的确是高度依依赖炮弹的 所以如果北韩真的可以提供俄罗斯军武相关的支援 那当然对俄罗斯会是一个帮助 当然帮助有多大可能就另外再说 那韩国釜山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凯利也则提到说 他觉得比起北韩提供的军武 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技术可能是更大的隐患 因为比如说北韩可能 藉由这些技术进一步的发展 飞弹或是核武相关的一些破坏性武器 那这些就都有可能造成印太地区的不稳定 所以这样看来其实对印太地区的影响 可能对于比俄乌战争影响更大 因为乌克兰已经接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援助了 包括我想2024可能就会有美国 这个投入战场的美国的F16战机 透过北约什么方式协助给乌克兰 但对印太地区的影响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比较关心 普京会真正让人家优先的是印太地区 南韩其实很紧张 他密切监控这个普京会 到底会谈成什么协议什么合作 这个对整个朝鲜半岛 对东亚地区的情势是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如果北韩对俄罗斯输送这个武器 那俄罗斯提供北韩那个尖端的科技技术 我觉得这个某程度都会对这个 东亚情势造成翻盘 是改变 那宇阳我们要谈一下 现在大家很担心 然后俄罗斯跟北韩可能朝向合作 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军收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地球上 谁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题 我觉得很难 虽然有分析指出 就是觉得唯一有这个能力 可以让他们两个countdown一点的 可能就是中国 那因为他们 因为中国是俄罗斯也是北韩最大的贸易国 也是最大的政治盟友 所以即使俄罗斯跟北韩 想要发展更紧的关系 不会影响到中国对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影响力 但是中国现在的立场就很暧昧 就是你不知道 我觉得中国俄罗斯跟北韩 最令人警戒的部分 就是他们无法预测 尤其是俄罗斯跟北韩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难 就是说 把比如说 乌克兰的发展单独看 或是把印太局势单独看 他们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我前几天有访问 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的代表 对对对 马特韦休克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之一 那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这已经不是 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而是民主主义跟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 就是说 其实不只是 这场战争不仅是攸关 俄罗斯或是乌克兰的胜败 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极权统治者 都在看这场战争的结果 就是他有可能 这场战争 比如说俄罗斯赢了 那其他的极权统治者就会想说 那用武力 以强凌弱 这是可以达成的 那些西方国家即使一直谴责 一直制裁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有实质的效益 对那中国现在看起来可能也是在看 在等俄罗斯的结果出来 所以他们目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态 那至于他们如果真的决定 要阻止俄罗斯跟北韩合作 能达到怎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也尚待观察 因为毕竟俄罗斯也是一个蛮大的国家 那针对北韩可能 中国的影响力很巨押倒性 但对于俄罗斯怎么样 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我们可能过去也不觉得 普廷真的会 发起一个全面的战争 但他就发起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难预测的 就是他是不是能 一定能阻止这两个国家呢 或者是他是不是愿意呢 我觉得这都还需要观察 对对我刚补充一下 雨昂这样讲 其实对俄罗斯对北韩 中国都是很重要 很强大的一个盟友 那像经济学人咨询社 就EIU他有分析说 他不认为这次的金普会之后 俄罗斯会把关键的核武技术 交给北韩 协助北韩更精进他的核武 因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到现在中国 还是反对北韩的发展核武的 你看中国就是北韩的老大哥 北韩的老大哥中国 他不愿意也不放手 让北韩去发展 真的全面在进一步的发展核武 那其实俄罗斯当然会有所近代 因为俄罗斯现在 被深陷在俄乌战争的尼奥里面的俄罗斯 现在是很需要中国的支持 不管是在各方面 你说这个能源也好 这个粮食也好 贸易也好 俄罗斯现在很重视中国 中国的立场跟态度 所以一方面俄罗斯会忌惮 中国的立场 那同样的北韩 能不能说不甩中国这个老大哥 然后硬干一些事情 当然北韩的竞争心里面 也是有些盘算 等于说某个程度 中国就是牵制俄罗斯跟北韩 进一步合作的可能的一个第三方 因为其实俄罗斯也不希望伤害中国 对俄罗斯现在的经济上的支持 跟外交的支持 现在全世界都没人要跟俄罗斯做朋友 没人要跟俄罗斯做生意 大部分的民族国家 就只剩中国人 你把中国赶走 这个也得不偿失 那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 这个金正恩惠普丁 雨昂之前有想到过说 这两个人会面 当然我们现在释出的外电讯息 就这些 可能军事上的援助 然后俄罗斯协助北韩发展 卫星太空科技 协助他这个粮食危机 雨昂我们现在就是很临时 这个没有在脚本内 脑筋脚弯 你觉得这两个人 还没有可能谈了一些什么 不知道的事情 未必是这么震惊的事情 会不会他两个互相欣赏 彼此的造型 然后觉得他发型很帅 然后觉得他肌肉练得很好 我觉得应该很难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 会不会有可能 想要一起对付中国 有可能 有不两个互相说 习近平的坏话 然后他们等我翻译 因为你想说 这个就是 这个在那边 想要当蝙蝠的 一下要跟西方 然后一下又要回来 对啊搞不好 开放不开放的 对对搞不好 然后普廷跟金灵人讲 说他一个老习 他这龟龟毛毛的 要挺不挺的 他我们二副参政打得很辛苦 然后金灵人也抱怨 后来一下COVID-19搞得我们国内死很多人 怎么样 然后这个粮食危机又不能帮忙 可不可以两个互相在抱怨习近平有可能 而且因为近期就是 中国其实有好像 好像有要跟日本还有 南韩恢复恢复一些他们关系的外交关系的一些迹象 对 就是说比如说他们那个韩日中三方会谈已经停了很多年 那今年南韩主办就誓言一定要让他恢复这样 然后也放出消息就是说中方跟日方都有积极的回应支持他们就是今年恢复办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看的话 俄罗斯跟北韩来看会不会有一点忧心呢 对 有可能有可能 我觉得杨刚刚提过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点 也许这个金正恩跟普廷谈的就是中国 谈的就是中国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的远近怎么样维持 甚至害怕中国跟他们这个跟俄罗斯跟北韩疏远 这可能都是可以谈的题目 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所有的特派语洋 跟我们分享金谱会 这个全地球上最危险的两位领袖的会面 谈了很多他们的盘算 跟为什么要见面 可能的下一步 还有可能阻止他们进一步合作的中国扮演的角色 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到我们的官网留言按赞分享 很谢谢语洋的分享 我们也期待语洋进一步 可能有些分析 一些特稿 然后看看金谱会后的一些发展 好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语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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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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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